回味四年才发国语专辑的歌手莫文卫 在台北光点华山举办新专辑签名会 除了与粉丝分享音乐上的创作 先前放了三个月大驾环游世界的Karen 也顺势在现场举办限时六小时的快闪过境照片展 会场展出了她旅游的点点滴滴 有人闻有风景 当然也少不了她跳跃的动感照 让粉丝们看个过瘾 拍的照片实在太多了 有上万张 那这次只是先来一小部分的 那希望看之后有没有别的机会 难得到宝到台湾宣传 莫文卫不让歌迷失望 现场也宣布将在今年举办演唱会 并强调会加入全新的视听元素 请歌迷拭目以待 今年会一定要 我自己也就是等不及了 那一直到去年一整年可能都在 做内地的巡回演唱会 因为现在又发了新专辑 我已经开始有新的想法 又去了一趟这样的旅行 又有很多灵感 所以可能到台湾的时候可能 已经有很多新的一些就是 元素会放在演唱会里面了 莫文卫说自己爱玩也喜欢四处旅游 向周回一口气跑了至少12个国家或地方 饱览各地提景 也乐得跟老公24小时独处 不过每当工作告一段落 她最想去的下一站仍是英国 毕竟最爱的阿娜达还在那吃吃的守候 努力工作结束之后 我一般我就很想可以回去英国 因为我老公在那里等我 然后也会煮饭给我吃 很甜蜜的感觉 现在她仍然在英国 对 那也不要上班了 尽管已是金曲歌后 入围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 也高达五次 与天后张慧妹并列第一 不过迎接金曲盛事 莫文为人慎重看待 也希望这张她用心制作 充满个人特色的新专辑 能获得歌迷与金曲评审青睐 中央事集的张志炎红黄军 台北报导